好 接下來除了剛剛房價的話題 接下來提到就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現在新北市它的英文名字 要到底怎麼取呢 怎麼稱呼呢 現在有點爭議 來看這個報導 也是標準地理議行為X開頭的新北市地 我愛新北市 幸福的大大 我愛新北市 幸福的大大 要是講New Type City就很清楚了嘛 是一個新的發展出不來的都會的地區 我覺得New Type City很好啊 我比較偏向是New Type City 因為事實上New Type City 本來就已經市民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覺得不用擔憂說 它有什麼特殊性的其他意涵 好 先請教這個輝文兄好 現在好像是這個台北縣政府 他們是用這個漢語拼音 用這個新北市 新北City來當作這樣的一個稱呼 但是剛剛聽到兩位候選人 他們都說 有New Type City比較好 您覺得 我先兩句話 補通剛剛各位前輩的看法 剛剛東豪兄說 央行有工具 行政院另外有 我要強調 行政院有沒有工具 有啊 行政院做不做 就問題在這裡 行政院不能打房嗎 只有央行能夠用利率那些來打房嗎 這個蔡英文跟朱立倫 我剛剛回應主持人這個問題 我對他們兩個都蠻失望的 其實如果說有機會可以提問 對這兩位候選人提問的話 因為這兩個都是 國民黨跟民黨 非常重要中生代的一個要角 台灣需要六個直轄市嗎 連桃園都變直轄市的 那我們回到馬總統的政見 這個俊平兄就很清楚了 之前馬總統的規劃是三都十五縣 三都 最大的都是什麼 是北北基啊 北北基是台北市台北縣跟基隆 那現在這個我說實在話 什麼什麼新台北那個 那個重要嗎 所謂的新北市跟台北市 重要嗎不重要 可是蔡英文跟朱立倫 只看到這個東西 我想就叫郝龍斌跟蘇貞昌 還有蔡英文跟朱立倫說 那北北要不要合併 什麼時候合併 不要忘了北北合併是周錫偉的政見 那周錫偉幹了五年 不能選啊 不選啊 那北北還合併嗎 那北北要不要合併那基隆怎麼辦 基隆也亮在那裡 所以不要在那個英文上面打算 當然很多有統獨意識形態講說 那到底是漢語拼音 還是羅馬拼音 還是什麼拼音 那個不是重點啊 如果如果這兩個 兩大政黨這麼重要的政治人物 只會在英文上面打算的話 那我個人我是很失望的 好先進一段廣告